在东汉末年 曹操的崛起令人瞩目 但当时谁能称霸尚无定论 尽管实力和地盘上曹操并不占优 但他的政治敏锐性 军事才能和文学造诣 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 曹操的人格魅力也不可忽视 他善于吸引和听从人才的建议 更难得可贵的是 他在失利后能检讨自己 而在胜利后能嘉奖大家 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董卓 袁绍和袁树等人 他们在处理皇权问题上 均犯下致命错误 导致各自的悲惨结局 董卓因费力皇帝而惹怒诸侯 虽然他夺取了权力 但对汉少帝的残酷处理 导致众叛清离 最终被讨伐 袁绍本是四世三公民门 但他试图另立皇帝的计划悲剧 反而失去了人心 最终被迫逃离洛阳 袁树自立为帝 表面上想展现权威 实际上却成为众矢之地 遭到各方声讨 最后不得不寻求庇护而死 曹操则巧妙地挟持汉宪帝 以合法性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明白东汉皇室虽已衰弱 但仍具名义上的权威 因此未敢轻举妄动 始终保持谨慎 曹操不仅在权力上 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还通过婚姻与汉宪帝 建立了亲密关系 总结来看 曹操的成功在于 他善于利用皇权的名义 而董卓 袁绍和袁树 则应对皇权的错误处理 而相继失败 与其说他是奸贼 不如说他是一个 懂得权谋和人心的政治家 最终在这场权力游戏中 赢得了胜利